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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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力有限 情绪互高互低 美国专理山苦瓜生态 添加各汉兴 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一寸一粒 堂堂正正好容易 达摩本草山苦瓜生态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医师 我是宇正 那开头来回复一下在Apple Podcast 底下的留言 那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对这个医师 这个节目 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持的话 欢迎尽量在这个Apple Podcast 底下 问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打鸡血 也都是非常棒的 就是在底下留个五星 然后问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要讲一些 对我讲一些话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基本上你要给五星 我才会在节目中回复你的 OK 那这一位叫做今天很着急 他说好节目 赞爆 受益良多 对于新踏入的小白来说非常实用 对于收藏心态的建立 以及拍卖市场资讯也很丰富 谢谢你推荐表框店 OK 这一位应该是有 那个来私讯我的朋友啦 听众啦 那他应该是有买了作品 然后有问我去哪一表框的 那基本上 我比较少在节目中推荐我去哪一间表框店 因为毕竟就是对于 你自己有在做艺术收藏的人 或是你有在买艺术品的人 或是你有在表框的人 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表框店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 算是资源啦 就是基本上以现在来说 你是开表框店的人 然后你有一定的水准 有一定的客源 有一定的美感的话 通常啦 你的那个订单量都是这个 供不应供的 应该说球兵不应供啦 就是表框店 他有那个技术的人 跟有那个美感的人 其实就那几个人而已 但是你要去表框的人 跟有在做艺术收藏的人 他需要去换框 需要去表框的人的那个需求 其实是量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表框他真的就是一个 很该怎么说 手工的一个算是工作吧 就是非常的劳力活啦 那不管是你前期要配框啊 或者是你中后期 你要再制作 然后去切割啊 然后甚至有很多东西 他是得叫货的 那甚至有一些框 他得去做特制 甚至卡纸啊 或者是压克力板啊 或是玻璃啊 那些其实都是得 特别去制作的啊 都是得为这一件作品 这一张画量身定做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 就是这些表框店啊 都是我们的资源啊 因为通常你多一个人知道 这一间表框店 那对我来说 我下次去表框的时候 我要排得对 可能就会更长了 那不过还好啦 就是我现在配合的 这一间表框店 我自己个人是蛮信任的 然后这个啊 他的美感啊 我个人也觉得还不错 再加上他的价格也是相对合理啦 所以我个人都是去这间表框店 然后有人来私讯我啊 或是来特别问我的话 我可能就啊 会推荐一下吧 因为我也知道大家的量 可能不会 不一定有像我表的那么大 因为我基本上啊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件作品 会去做表框 在最近尤其更频繁 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我推荐过去那个表框店的就是尽量啊 不要去跟人家韩扣沙价那个表框的价格啊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他的价格已经相对合理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 我自己是我不喜欢去 去跟这些就是这种做劳力活的去做沙价 因为毕竟人家做的都是一个技术材啊 都是得尊重人家的专业嘛 那人家也是好就是好好的帮你做完这一个作品了 然后也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美美的 那也不要去 质疑人家的专业 就是用金钱去质疑人家的专业啦 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啦 就是他在价格非常合理的情况下 那就不要去那个 在那边给人家杀价啦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道德的 好啦那留言的这一位听众 他应该是有在这一个Facebook直接私讯我了啦 因为他这个问题 问的问题跟推荐这一个表框的地方嘛 那我大概就知道他是谁了 那他其实在这个私讯我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的啦 就是他有问说在收藏建议 他认为说 应该说他认为我觉得说要去集中 买一位画家的精华时期 或者是买这一位画家 他贯穿生涯从早期到晚期的作品 我自己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哉问 他其实本质上我会认为说他没有一个对错 但是我会给一些我自己比较主观的建议啦 但我不能说就是我给的建议就一定是对的 或是一定是错的 那只是我自己一个主观 我认为怎样做对我来说是比较好啦 或者是你用什么心态去看你买作品 其实那都是有差别的 我先从我自己的方向讲起好了 就是如果啦我是特别喜欢一位艺术家 就比方说我特别喜欢这个赵无极 那我要去买赵无极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的话 那以我自己的个性跟我自己的操作的话 我一定都是买赵无极最精华的那几个时期 或是他这个在市场上相对成绩比较好的这个时期 所以以赵无极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去买他的甲骨文时期 跟狂草时期这两个嘛 一定会大量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如果我要说的不只是一件的话 可能他是有一个量的话 那我就会大量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会把它拆成两个方向去做解释 一个是感性层面的 那感性层面的就是我会认为说 我喜欢这一位艺术家 我就是喜欢他在他最精华的那一段时期 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他人生最精华的阶段 所以我如果第一个 我如果是收藏量不大的话 比方说我只是收个一两张 我一定是从他最精华的好 那个时期 就算我要收藏到双位数的建树的时候 我一样会去选择 尽量去选择他最精华的时期 那这时候就要讲到理性层面了 那为什么我就连收到两位数以上的这个数量了 我都还要去收他最精华的时期 就是照理来说我去收的话 我应该就是尽量收他不同的时期嘛 那样子才比较有脉络啊 才比较有一个算是规划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理性上我未来这些东西 我应该应该都还是会出脱掉 我还是希望他有流动性 那对于一个艺术家他的市场来说的话 就是这些他最精华的东西 他一定是最好跑的 那在未来我们从这个资产配置 或是投资报酬率来看 他一定也都是最有效益的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 但是我去买他比较没那么精华的那个时期的话 会不会他的单价比较便宜 那未来涨幅会不会比较大 但其实应该不是这样想啦 因为通常就是大家在市场上面定义 他最精华的那个时期 其实都是有经过市场上面的验证的 那其他的时期也是有经过市场的验证 就是比较不受市场所青睐 所以他未来要有比较好的涨幅 或者是未来的那个流动性风险 也都是会相对大一点 其实这个概念就有点像 你现在手上有一只在涨的股票 他正在赚钱 跟你现在手上还有另外一只股票 他是正在赔钱 然后持续下跌的这个股票 那你要卖掉哪一只 就是有很多人他们的逻辑是 他们会想要卖掉涨的股票 因为他觉得赚钱了嘛 那我入贷为安 那跌的股票他就继续凹 但其实我认为正确的操作的逻辑 应该是这样 他涨的股票应该是留着 让他继续赚钱 但是这一个他跌的股票 就是代表他有所原因让他跌 他一定是因为这间公司不好 或是有其他原因 他就是跌了嘛 他就是赔钱 那他就得停损 所以一位艺术家 他最精华的那一段时期 在市场上面价格会比较好 就是一定有他的原因所在 那他最比较没那么精华的 那个时期在市场上面 有流动性上面的风险 跟他价格相对差 也是因为有他的原因存在 但是这样去判断 我认为都是相当事快的 都是比较偏向市场派的 因为毕竟就是不管你是最精华的时期 还是你是相对没有那么精华的时期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都不影响他的艺术性 只是我们必须很理性的去面对 我们在面对这些资产配置跟投资的时候 就是当你去买这些东西 他已经包含不只是喜欢的时候 那你就得去面对市场上面的这个价值 跟价格上面的这个逻辑跟考验 那如果我现在是另外一派 就是我现在是这位艺术家 比方说赵无极 一样我举赵无极的例子 我从赵无极早期到他 晚年的作品所有都买 贯穿他所有的生涯 这样做对不对 其实是没有错的 我们从纯粹的收藏下去看的话 这样子脉络才是正确的 就是反而会比我刚前面讲的 只收精华时期的这部分 因为他就必须考量到这个未来的出托性了 那他就得只收这个好流动性 好流动的这个作品 那如果是从早期到晚期 所有东西都收去收藏一个脉络的话 他更偏向于真正的收藏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们平常去看一位艺术家 他在各大美术馆的这一个回顾展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位艺术家 他最精华的时期 其实整个回顾展 他会南瓜的所有整个艺术家生涯的 从早期到晚期 甚至他刚开始接触艺术的创作的东西 甚至是一些手稿这些东西 那能尽量去挖出来一些脉络 就是能把所有的detail都抓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很好的回顾展 所以当你真正喜欢一位艺术家 然后买他的作品 你完全不去考虑到任何未来的流动性 跟未来要不要投资赚钱 或是未来有没有在做什么资产配置的话 那我会认为你用纯收藏的角度下去收 就是从他早期到晚期 你所有东西都把它收完去贯穿 我觉得那才是最屌的 那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收藏方式 我会认为这样子的收藏方式 他的这个成本一定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毕竟你要收的量一定是很大 然后就是任何有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一些 各种的各式各样的这些细节 你都要把它收进来 那通常就是会用这种方式去做 买作品的这个人 这些厂家他们的资金量底一定都非常大 他们可能都是企业家了 所以讲白了这些厂家 基本上都有创办私人美术馆的能力了 那他们一定就是用这个美术馆的这个角度 跟逻辑下去做收藏 还有第三种方式 那第三种方式就是你的标的 就不是单一一位艺术家 你可能有很多喜欢的艺术家 那你都去买这些艺术家 他最精华的时期 这其实也是不错的 这个做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符合 这个市场派的逻辑 因为本质上 虽然他有各个不同的艺术家 有非常多的艺术家 但是这些作品都是这些艺术家 他最精华的时期跟流通性最好的作品 尤其在这几年就是整个 应该说近15 20年以来 整个艺术市场一直蓬勃发展 那所有的艺术品其实都是 价格一直水涨船高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要去收到一位单一艺术家 他所有脉络的作品 跟他所有最精华的作品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而且那个投入的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但是如果分成各式各样的艺术家的话 因为每一位艺术家 他的市场就是有高有低 比方说奈良美智跟皮卡索比起来 皮卡索一定比较贵 那奈良美智就相对便宜 都是同样最精华时期的作品 去比较的话 那我这样等于去把风险分散掉 就是有些东西我可以买得非常高价 有些东西我可以买得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我都是买那一位艺术家最好的作品 那如果我这时候全部都是要买 皮卡索最好的作品 或是我全部都是要买皮卡索的作品 从早到晚期所有的脉络的话 他的这个成本 以现在来看一定会远比 就是你去分散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来的要高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这几年才开始创立的一些 巨型的私人美术馆 或是一些私人厂家 他们在做收藏 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向这样子的方式 他们会打散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但都是收藏这些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 举一个例子 龙美术馆上海的龙美术馆 他们的收藏 其实就是非常偏向这样子 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那我个人认为 以陈泰明目前的这个收藏导向 也会比较偏向这样子 去打散各式各样的艺术家 但是都去收这些艺术家最好的东西 我讲了那么多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 你在这个买东西上面 在艺术品的消费上面 真的没有什么对错 就是不管你是用资产配置的角度 还是你用投资的角度 还是你是用投机的角度 还是你用纯收藏的角度 其实都没有错 这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生态 它就是得有各式各样的人存在 这个市场才会蓬勃 这个市场才会发展 你要想 就是我们很常会去想说 就是艺术品很多就是 投机材在那边炒作的 但是我们也得想说 就是没有这些投机材 没有这些炒作的话 整个艺术市场会发展的那么快吗 就是如果现在去买作品的人 全部都是纯收藏 然后纯看艺术的话 他没有任何资产配置 没有任何这个投资概念的话 艺术市场会那么蓬勃吗 他可以养活这么多艺术家吗 他可以养活文化产业这么多人吗 我觉得是非常难 不过当然我也不是认同说 一定要去做这个投资跟炒作 跟投机这一块的这个商业操作 当然我还是不推荐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那还是留给在市场上面的高手去做 那真的只有少数人能做到 那大部分的人就是 你买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在你的消费能力的这个 有办法去支付 有办法去应付这件作品的情况下 你再去做买这一件作品 那如果他对你来说有一点压力的话 你可能或者是这一件作品 你可能未来还会再出头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去考虑到 他的这个流动性上面的问题 我还是强调就是这个收藏大于投资 收藏大于投资 就是你在买作品的时候 还是要以你自己喜欢为优先 就是不然你纯粹的做投资的话 我个人认为其他的 不管是金融市场 还是现在房地产市场 绝对是比这一个艺术市场好赚 非常非常多的 好那接下来进入每集都有的环节 就是艺术温度计的部分 那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 艺术温度计就是我们有一个品牌网站 叫做TheOwner T-H-E-O-W-N-E-R 这一个网站 那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网站 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其实就会有一个艺术温度计的 这一个算是 这个叫什么 排行榜 让大家去观赏 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的艺术温度计的一些资料 都是由这个网站所提供的 那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榜单 最近social media上面 哪一些艺术家比较红 哪一些艺术家搞了什么事 大家点进去看一下 我觉得都还蛮好玩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流量在哪一边 好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艺术家叫做浩亮 他最近在这个个人IG的贴文上面有创下了新高 那他这个创下新高当然不是排行榜里面的第一名 但是我会认为说 好不容易排行榜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以IG为主 但是在这个IG的排行榜里面 竟然会有一位中国的当代艺术家 还蛮奇特的 因为我们要想 就是这些中国的当代艺术 他们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微信 这个小红书 抖音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为主 就是他们自己有自成一格 那为什么浩亮的IG会创下个人新高 我觉得也蛮值得去关注 跟蛮值得去分析的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位艺术家 浩亮他1983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的成都 从小就对这个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之后长大也到了这个四川美院去就读 受到了这个正式的美术教育 那是他这个专攻的部分 是中国绘画的部分 那在四川美院他们是还蛮讲究 就是中国他们传统那种 这个水墨化的一些传承跟技法 所以他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个 中国水墨化的绘画技巧 浩亮在他求学期间 他也广泛的去设立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个艺术作品 特别是中国传统绘画跟文学 他也有去研究中国的这个古代画论 就比方说历代名画记 或是画品这类型的这种书籍 同时他也蛮关注这个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 也蛮常去研究这些西方当代艺术 浩亮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 他在创作当中经常使用工笔和写艺 两种传统的中国画技法 然后把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元素相融合 让他的作品看起来就有点那个技法上面 就是有一点类似那种老中国水墨化的感觉 但其实他整个题材跟整个整体画面 都还是蛮当代艺术的 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很老 但是他使用的技法跟这个 这个算是工笔或是写艺的运用方法 都是蛮就是我们世俗定义上的那种老人化的感觉 然后虽然是介绍艺术家 但是我们还是要切入到我们艺术的主题 我们艺术就是铜臭味非常强的一个频道 大家都在聊艺术我们在聊金钱 我们在聊艺术的价值 我们在聊艺术可以卖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艺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好量他的市场 就是好量他其实在二级市场 是还蛮有价值的一位艺术家 他最贵的作品已经拍到了大概台币9600万 9600万很贵耶 不过他的上拍记录其实也大概才60次而已 老实说并不是太多的一个次数 然后他大约都是在2019到2023这几年的时间整个串起来 尤其是2022、2023年他的整个价格是有提升蛮多的 但是以到今年2024年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看好量的这个上拍的次数好像是相对少了 而且几乎都只是锁定在中国境内他们的当地的地区型的拍卖 他成交价比较高的地方几乎都是在香港跟北京 尤其香港就是他的成交价前几名几乎都是锁定在香港的部分 所以他虽然是中国当代艺术家 但其实他在国际上面的接轨程度还蛮强的 再来我们讲到好量他在拍卖市场上面 二级市场上面最贵的一件作品 刚刚有讲成交价大约是台币9600万 这件作品叫做神学与进化论 是他2011年的创作 那这一件作品在2023年的4月5号于香港苏不比 拍出了大约9600万台币 以他今年大概是41岁的岁数 然后这样子的岁数 然后他的价格在二级市场上面就已经来到了 这样子9000多万的天价了 真的是还蛮可怕的 ok 讲回到神学与进化论这一件作品 那这一件作品他是三连符 也就是三件作品所组成的 从左边到右边 从小到大 那插播一下就是在这一集讲到这一件图片 神学与进化论 这一件图片 我会把它放在FB这一集的文章当中 大家要去边听边看边看边听 听完再看看完再听都是ok的 那一样你有到FB来看这一件图片 神学与进化论的话 那麻烦帮我按个赞 就是分享一下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ok 那这一件作品 他的画面其实是怎样 他第一件小件的作品 就是从最左边这件作品 他画的是一只毛茸茸的兔子 就是我们印象中 就是实际上兔子长怎样 他就是画成怎样 就是野兔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件作品 就是中间这一件呢 他是画 这一只兔子已经长成有一点人形了 他虽然长得还是兔子的样子 但是他已经双脚脚站立 然后穿上衣服 然后摘着花 然后手拿着 这看起来像是拐杖的东西 还是登山杖的部分 那第三张作品也是最右边的这一件作品 就是直接画出了一个和尚 就是这一位和尚 他其实穿的衣服 是跟第二件作品 那一只兔子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很明显 他是由左至右 这一只兔子 从原本就是毛茸茸的一只物 很真实的兔子 然后演化成 进化成一个真正的人 然后这一个人是一个和尚 看起来是一个和尚 郝亮就曾经说过 他说我在通过绘画处理一些矛盾 这些矛盾是古今的 中西间的民族性与世界的矛盾 那这一件作品 他的矛盾所探究的应该就是 神性跟形态之间的矛盾 还有精神跟科学之间的矛盾的拉扯 就是这一件作品 他就是神学与进化论 就是他从左至右 从兔子变成一位和尚 那这就看起来是一个进化论的过程 就是我们看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是从一只猴子 然后慢慢演变成人 那个进化论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那这一部作品 他的布局也是这样子 那神学与进化论 进化论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的 从兔子变成和尚 那神学的部分 就是他最后画出来这个和尚的概念 然后他这一件作品 其实也是你要从左至右看 或是从右至左看 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是你从左至右看 就是从一只野兔变成一个和尚 那你从右至左看 就是从一个和尚 退化还是进化 我也不知道 那他就是从一个和尚 再退变成一只野兔 这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 这个其实也是蛮值得探讨 那我相信这就是郝亮 他对于这件作品 跟他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跟理念吧 他也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答案 他只是说他在处理这些矛盾 郝亮他在选择神学这个题材的部分 因为他是神学与进化论 那他是选择神学这个题材 为什么他要选兔子 其实是源自于佛教 有一本书叫做《本生经》 那《本生经》里面记载了一则神话 这则神话他是说 从前有一只兔子 他为了替一位饥饿的老人解困 牺牲了自己的这个身躯为老人果腹 而这个老人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位神明 那这个神明呢 他为了加许兔子舍身救人的慈悲至心 将他身上的月亮成为了月亮的象征 所以看起来这一位艺术家 应该是研读佛法 非常有佛性的一位艺术家 还满屌的耶 就是很少看到就是一位 就是中西融合的艺术家 尤其他的市场这么在西方 然后他的这个看起来信仰 好像是以佛教为主 然后对于这个佛教上面的文化 如属佳珍 有办法直接这样引经据典 然后把题材融入到他的绘画当中 又是佛法的 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面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位艺术家 然后再加上 目前这位艺术家 应该是被国际目前最大型的 国际画廊之一高谷轩 应该就是国际最大的画廊 然后最强势的画廊 那目前代理他的就是 代理好量的就是高谷轩 所以他的价格短期之内被炒到这么高 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一方面我觉得这位艺术家 的确不管是他在绘画上面的功底 真的非常强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学士也是挺晕薄的 就是他不只会绘画而已 他其实在他的人生观 在他的哲学观里面 他都融合进去他的绘画 那他用绘画的方式去表达他的哲学观跟人生观 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 其实他的这个作品也都还蛮讨喜的 就是像他会取字用这个兔子当做题材 然后用这个佛教去当做题材 这个其实这些题材都还挺讨喜的 然后他画出来这种感觉 就是你画这种可可爱爱的东西兔子 就是你大家去买回来 也都是赏心悦目 你不会说我买了一只兔子 看来觉得很讨厌 应该很难 通常会觉得很可爱 好 那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一位 中国当代艺术家好亮 那他最贵的作品 这一件作品叫做神学与进化论 然后看这一件作品的话 欢迎到FB 这一集的文章当中 那大家要边听边看 看完再听听完再看 那都是可以的 一样去FB看的时候 就顺手帮我分享一下 按个赞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好啦 那这集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那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意思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在这个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五星评价加上留言 一定要五星 然后你在留言区问的问题 我才会去回复你的 那一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 OK 这集先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